大家好 我是赵璐 欢迎收看本时段新闻快讯 明天就是911恐怖袭击20周年纪念日 总统拜登昨天宣布 全美将在9月10日至12日 用三天的时间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遇难者及其家属 在白宫官网刊登的声明中 拜登表示 我请求美国人民通过祈祷 参观纪念馆 点亮烛光 以及其他适当的仪式和活动来纪念和缅怀 2001年9月11日的遇难者和他们的亲人 纪念活动包括 明天早晨8点半开始 遇难者家属在911纪念广场上大声朗读遇难者的名字 另一场纪念活动是911纪念博物馆组织的灯光秀 将在明天日落时分 将灯柱射向曼哈顿的天空 映照出双子星大厦的形状 此外 纽约官员日前宣布 又有两名遇难者的遗体通过DNA检测被确认 这是自2019年10月以来首次有新的遗体确认 但是仍然有1100名遇难者的身份尚未得到确认 在911恐怖袭击之前和之后 美国人对国家的前进方向都相当乐观 他们对两大政党持相对正面的看法 然而 在20年后的今天 超过60%的美国人认为 美国正处于错误的轨道上 对两个政党都持有负面的看法 2001年11月进行的 Go up CNN USA Today的民调显示 74%的人认为全国上下意见一致 24%的人认为分歧很大 美联社在今年进行的一项民调 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只有11%的人表示美国人团结一致 在最重要的价值观上意见一致 而88%的人表示 人们存在严重的分歧 面对全美多地疫情反弹的严峻形势 总统拜登9日宣布多管旗下的防疫策略 相关规定将覆盖近1亿人 拜登在美东时间昨天下午5点的白宫演讲中 宣布了6部计划 是他自1月份就任总统以来 为控制新冠疫情所采取的最广泛的行动 并将影响到美国社会的 几乎每一个方面 6部计划包括 1. 要求所有雇员超过100人的雇主 确保他们的员工每周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或者已接种疫苗 2. 为所有符合条件的美国人 提供免费的疫苗加强针 3. 定期对学生和教职员工进行新冠病毒检测 4. 让家庭装的新冠病毒检测产品更加实惠 5. 简化工资保障计划的贷款豁免流程 6. 给应接收大量新冠肺炎患者而承担压力的医院提供支持 拜登在讲话中表示 目前还有约8000万美国人没有接种新冠疫苗 这将给美国带来损失 他呼吁所有美国人做正确的事情 并表示如果积极采取防疫措施并提高疫苗接种率 美国将很快降低住院率和死亡率 孩子可以安全地上学 美国的经济也将恢复 根据CBS的新闻报道 从周五开始联邦运输安全局TSA将加倍惩罚 拒绝遵守联邦口罩令的搭击旅客 拒绝戴口罩的旅客可能会被处以最高3000美元的罚款 TSA周四宣布将对那些藐视联邦口罩规定的航空旅行者 处以双倍的罚款 初犯者将被罚款500到1000美元 而旅犯者将被迫支付1000到3000美元 总统拜登昨天在宣布打击新冠策略时表示 如果你违反了规定 就要准备好付出代价 包括提高罚款 他还告诫那些虐待空城人员 和其他试图不履行戴口罩规定的旅客 称这是错误的 丑陋的 拜登政府上个月延长航空 巴士与火车运输的联邦口罩令 到明年1月18日 以恶阻新冠病毒扩散 但是没有要求乘客出示疫苗接种 或者筛减阴性证明 维吉尼亚州联邦众议员拜尔昨天提案 要求搭飞机与火车的乘客 提供疫苗接种证明 或者72小时前的筛减阴性证明 才可以搭乘飞机或者火车 今年7月 联邦航空管理局报告称 在今年发生的4200起 在飞机上不遵守规定的事件中 有75%来自不遵守口罩规定的旅客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当地时间10日 黎巴嫩宣布组建新政府 新政府将由纳吉布米卡提领导 根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报道 黎巴嫩总统按照宪法的规定 签署了任命纳吉布米卡提担任总理的命令 黎巴嫩高级政治消息人士表示 在这个突破之前 法国一直在努力 使黎巴嫩分裂的领导人 同意组建内阁 并在去年灾难性的贝鲁特港口爆炸之后 开始改革 法国外交部没有立即发表评论 在电视讲话中 米卡提描述了这场危机所带来的困难和移民问题 并使四分之三的人口陷入贫困当中 他在讲话时眼眶泛泪声音哽咽 总统府说米卡提和总统奥恩 在什叶派穆斯林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的见证之下 签署了成立政府的法令 在第二部政府辞职一年多之后 黎巴嫩终于结束了无政府状态 感谢收看本时段新闻快讯 更多新闻资讯 请继续关注华语电视